蔡英文论文门有了新进展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美国北卡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林环强日前披露 伦敦政经学院最高权力机构校评会 否认持有蔡英文博士口试考官名单及口试报告 林环强还根据此前消息分析指出 伦敦政经学院内部有一撮人在里应外合提供造假文件 配合蔡英文跨海串供 林环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 英国信息特任官办公室签署的判决文显示 伦敦政经学院最高权力机构校评会 否认持有蔡英文博士口试考官名单及口试报告 令人诧异的是 伦敦政经学院法律团队代表人海恩 曾于2020年12月18号提供蔡英文的两名口试考官信息 这两条信息互相矛盾 林环强指出 这等于是判决文间接承认了伦敦政经学院内部一些人造假文件 配合蔡英文跨海串供 消息一出 岛内议论纷纷 有台湾网友直言 终于破案了 假博士丢尽台湾人的脸 礼仪廉耻荡然无存 下架民进党诈骗集团 台湾政治评论员邱毅发文称 蔡英文博士论文门首度有了认证 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 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这个结果太严重了 这意味着蔡英文从1984年来的职务均涉嫌伪造文书 涉嫌诈领薪资的贪污罪 起诉彭文正等人涉嫌诬告罪 蔡英文身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应当负起应有的责任 即刻辞职下台 对于伦敦政经学院 为何突然在这时投出震撼弹 为蔡英文论文门在天实锤 台湾时事评论员郑村奇 在岛内一档政论节目中表达了担忧 他指出 这回恐怕不只是蔡英文的论文真假问题 而是事关台湾安全问题 论厅政经学院真的只是因为 还是说他们的国家系统也有介入 英国跟美国的关系 那是多密切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论文门这个事情 真的是有些东西 就刚好被人家掌握在手上 他被人家掐住了 那他这种时候他会不会配合美国 而来进行各种人家国际部局领域的办事 蔡英文论文门持续发酵 但离奇的是这次侵略媒体 却集体噤声 各方的观点 请雨菲带来一个树立 雨菲 好的张涛 伦敦政经学院否认持有蔡英文口试报告的相关信息 这堪称是爆炸性新闻 但目前却只有台湾中国时报等少数媒体予以报道 而至于绿媒呢是全部消音 对此台湾教师石文杰发文指出说 欺骗造假不可怕 群起远晃全面封锁新闻才真正可怕 什么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皆被置之脑后 劣币驱逐良币 那才真是台湾社会最大的危机 我们再来看台海网发表文章指出说 如今蔡英文论文门的真相呼之欲出 而检举蔡英文为贾博士的彭文正等人 不仅被蔡英文控告 还被台湾检方以加重诽谤罪通击 此情此景不知台湾网友该作何感慨 就在蔡英文论文门爆炸性新闻传出的第二天 民进党民代高嘉瑜就爆出被男友家暴的事件 蔡英文也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 高调签署所谓跟踪骚扰防治法 岛内舆认为说这些都有转移焦点之嫌 对此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快评指出说 现在才知道啊 高嘉瑜才是民进党的救火队 女子受家暴是应该受到关注 但用得着这样翻江倒海大肆报道吗 蔡英文更在第一时间致电表达关切 换作平常女子会有如此待遇吗 欲是反其道而行 欲是起人疑斗啊